7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当天晚些时候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新一轮价值8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 其中包括对乌提供极数弹药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7号宣布 新一轮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包括155毫米口径榴弹炮的两用改进常规弹药 也就是极数弹药 还包括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反坦克导弹等装备 美国国防部表示 极数弹药的提供日期和进程将根据乌克兰的防御情况来决定 极数弹药是一种具有高度争议性的弹药 极数弹药一经射出后 弹头会在半空中爆炸并释放出大量爆炸性子弹药 部分子弹药被射出后未能立即爆炸 会对当地平民构成长期威胁 对此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联合国反对在俄乌冲突中使用极数弹药 宣誓服务博大众地使用极数弹药 弹药在南方纲磯视频发言人法17年以后 需要国家的会计证文法徨等 由于这个攻准能力的 necessary 你不想到其他继续 是用极数弹药 on the battlefield